女癌茶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女癌茶 首先它是一款客家的傳統食族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不少傳統食族 女癌茶 它變成一個茶字 如果家裡有老人家的你 也聽過老人家會叫你 多喝茶 那麼多喝茶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我們多喝茶呢 原來神龍寺曾經說過一句話 但意思就是你喝茶可以幫你提神 並且幫助你思考 好處是什麼 當然是促進你人體健康 並且喝茶它是興起於宋朝 由於宋朝的皇帝很喜歡喝茶 那麼他底下的官員肯定是想 跟從皇帝多喝茶並且拆鞋 說起雷咸茶 其實他原地就是中原地區 南宋的詩裡面 以及近代作家汪珍奇先生 他都引用過很多雷咸茶的東西 曾經還有一句說話 就是杭州人一天吃三十文木頭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吃木頭呢 還要三十文那樣 就當然不是啦 是他們用木頭去製作右手邊這個雷茶棍 所以會有 韓州人一天吃三十文木頭 這個說法 據史料記載 明正統年間 閩南一帶很多百姓大規模藍遷 去到中原地區 並且他們把自己的飲食文化 雜族都帶去那裡 所以其中一樣是有 就是綠峰咸茶這件的 綠峰有咸茶這個名字 是改革開放後的事 以前咸茶叫什麼 大部分都是叫茶 或者大炮茶之類的東西 那客家人是很熱情好客的 所以他們無論在招待貴賓 婚嫁喜慶 或者親朋七九島嶺 都會很熱烈地拿雷咸茶出來 那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綠峰茶呢 是因為他們會在 一個熱騰騰的茶裡面 加很多配料 試想一下 你一個很遠的地方 來臨 你家人那裡 他們拿一個熱騰騰的茶上面 加很多配料 你又可以解渴 又可以邊吃著配料 跟你朋友聊天 跟你家人聊天 那是不是很舒服呢 我們剛剛也有提及 他有加很多配料 他又加配料的香 之後又有茶葉的清香 所以是健脾利胃 燃靈益壽的 所以我們很久之前的人民 將這個習俗流傳下來 代代相傳 現在很多人都是 保持著這個習慣 我們一起看看 鹹茶的整個製作過程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